警告10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 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 今天然是我们的 蘑菇金针菇的三菇时间菇菇 好大家准备要戴头套是不是 我今天头发上戴了一个夹子 你们有没有白头发 有啊 很多吗 欢迎所有可以让头发变黑的东西来置入我们 我跟你说 因为我刚好就在那种分界线这边你知道吗 我都是那个并角 还有这边人家说用脑多的人都会讲下去 可是并角的话你还比较容易发现 也比较好处理啊 对不对 我是在这边就很难处理 每次我刚好去整理头发之后才进去 而且他会有一根自己在那边 对你剪了以后他就直接像那杂草一样 非常的茁壮 超反 然后我好像是在哪里啊 在网路上看到 蛋先打一打 一颗生蛋打一打 然后加什么啊 等一下蛋黄跟蛋清要分开吗 没有没有就同一颗蛋 同一颗 混在一起 这加醋 它加什么 然后就用棉花这样沾 然后就沾你的白头发 他说就会把你变黑 问号 对 我们是问号哦 不是那接下来就不要洒热水 淡花汤在头上 我试过真的是 紫菜淡花汤 非常的蠢 今天要来聊 来蘑菇先告诉我们你追了什么剧呢 有一个新的剧在那个Disney Plus 我看一下剧名哦 因为剧名有点露露等啊 就是不好意思我那看一看 丁海颖的新的剧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Oh my god 这个剧叫做易感追击 那是干嘛 连同 同的同就是 同同的同 它是一个 鬼片吗 有点科幻 有点诡异 有点鬼魅的一个片子 然后总共只有六集 一次上架 那我觉得 因为我看了前两集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呢 为什么 他这个故事就是 丁海颖有一天走在路上 他就是被那种器官买卖的人 盯上了 但他们抓到他的时候 并不知道他是 具有这样特殊能力的人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 抓一个年轻的男子 然后可能把他全身的器官都摘了 哎呦 然后就是要把他变卖掉这样子 然后就在他被摘器官的时候呢 他很可能 那个医生是先把他两颗眼珠摘下来 哎呦 然后开始要切开他身体嘛 可能肝啊肾脏什么都要切开的时候 嗯 他的两颗眼睛 嗯 就开始 那医生就觉得说后面有人在看他 两颗眼睛变成那个阿达一组的手 没有眼睛就一直在盯着他 嗯 因为他就在想说 丁海颖他的眼睛就想说 你在干嘛 嗯 为什么我的身体在这 我的眼睛在这 就虽然他被摘取下来 但是他居然还有功能 对 而且他就是都还是活着 这个人还是活着的 嗯 然后他还把他眼睛掰过去 因为他就觉得说怪怪的嘛 他就把那个眼睛弄过去反向 看不到那医生 嗯 但是医生就还是觉得毛毛的回头一看 眼睛又转回来看着他 哎呦 然后他就过去把什么都摘掉之后 然后就去打电话 想说哎 这是什么 我们赶快处理他啊 什么什么 嗯 这时候他就开始作用了 嗯 他就开始伸出了触角 你说谁 丁海颖的身体 我以为是眼珠 那些触角就开始长出来了 所以丁海颖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于海星 他知道他知道 OK 所以他就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要长回来嘛 嗯 然后他就是要把眼睛弄回来的时候呢 只弄先弄了一颗 嗯 第二颗还没弄回来的时候 就被医生发现他火过来了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追杀他 嗯 这时候就有一件精彩的事情发生哦 嗯 你要知道他可是全裸躺在手术台上 Oh my god 结果 刚刚刚 等一下 双姑刚刚本来就是 一阵兴奋 皱着眉头说好恐怖的剧情 一听到这个 突然笑 笑颤 就是一线莲花一样好 嗯 总之他就是有一场全裸脱逃的戏就对了 哦 然后呃身材没有练得很 over 我觉得OK刚刚好的那一种在 嗯 然后他就要跑了嘛 反正他跑的过程中呢 他就失去了一颗眼珠 嗯 那这个眼珠呢 后来被一个连续杀人犯 嗯 移植到自己的身体里了 嗯 所以这个连续杀人魔呢 它还不是一般特殊的连续杀人魔 它是一个特殊的 讲究尸体艺术的连续杀人犯 嗯 所以他杀了人之后摆出来的尸体呢 都非常的美 就是很像我们去欧洲 艺术品就对了 会看到的那种雕像的那样子的美 嗯 就是俨然就是一个艺术品这样 嗯 然后他开始跟这个杀人犯有一些连结是 他们会在特殊的时间 嗯 才会有connect 才会连结上 嗯 然后他才会看到这个杀人犯 似乎想要干嘛 嗯 那原本想要找这个人的动机是 我要要回我的眼珠吗 嗯 因为我只要靠近眼珠 眼珠就会自动回到我身上了 嗯 但他并不知道 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人是个连续杀人犯 他是后来渐渐的发现说 好像有点怪怪 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嗯 那这个人呢 也连续杀人犯的呢 是 大家如果看过1988的话 就是里面的那个善语哦 嗯 就是跟大姐在一起的那个乖乖乖乖牌的男生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去到就离开韩国的电视台的掌控之后 都会给予有一些表现 嗯 他在里面有非常大胆的床戏 哦 你说丁海影吗 不是 那个那个杀人犯 善语 一直哎 还在想丁海影的肉体 哎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个杀人犯也有肉体 哦 对 他好歹也是演男主角的一个咖 哦 对 就是有非常大胆的床戏 这个杀人犯 天气冷了 想吃点肉 哈哈 那我 到底剧情好不好看 我看了两集我觉得是好看的 但是 呃 我觉得 呃 主角的人犯有一点 没有什么特色的感觉 嗯 就虽然他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身体很诡异什么的 哦 就只是为了为了变形而变形 感觉他个性好像没有 对剧情没有什么推进的帮助 但可能要看下去才知道 因为我目前看了两集 呃 关于上次我在节目中有介绍过那个 星期三Wednesday 嗯 我居然错 就是有一个最精彩的我没有介绍到 什么 就是他们的高中舞会 哦 我居然忘了讲这一段 嗯 因为现在IG我想抖音上也是 嗯 全部在模仿这个女生跳那段舞 哦 我我认为那个名场面是在跟追杀比尔 那个就是男女主角在跳舞的那个致敬 哦 因为他用的也是很复古的舞曲 然后也是 有一点相似的舞步 嗯 这样子 有一点那种阿狗狗一点点 但是因为Wednesday他本身是一个厌世感很足的 鬼力鬼气的女孩 所以他的舞蹈很奇怪 他就会这样 因为你知道他眼睛很大 他就会这样 导演就一直拍他的close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直瞪镜头啊 吊起来 然后他跳舞也是会这样 折他的手 折什么东西呢 就跳那种很诡异的 那当然他在致敬这一段场面的时候 我觉得嗯 有点跟原版不像是因为原版的男主角是John Travolta 对 他是一代舞王 对 那Wednesday里面就是只有看Wednesday跳 因为他跳得很诡异 所以那个男主角就一直皱眉头这样做几个表情 就是做个反应表情 并没有加入跳舞 那但是这段舞蹈已经现在很多小女孩跟老女孩在学了 哦 大家就是绑那个辫子两根 然后就开始就学他的舞蹈 因为他的舞蹈很僵硬 有点像机械舞那样子 就是因为会觉得他有点像僵尸 所以Wednesday其实红到了是这一大段 嗯 就是他的高中舞会这样 然后另外如果要讲世界足球赛哦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名人梅西的话 我去看了他的传 传记 记录片 嗯 好看吗 很好看 但是因为那天我是本来要睡觉的 嗯 所以中间是有睡去 是因为我疲累 不是因为他不好看 他应该是在Catchplay Plus看到的哦 然后他就是他的拍摄手法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呃就是纪录片是怎么拍的 可能就亲谋好友讲一讲 然后在一些打光的场景这样讲 嗯 你知道他不是吗 嗯 他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呈现出的是那种你知道阿根廷啊 那种是应该是讲西班牙文嘛 对不对哦 噢 呆滤滤滤滤滤滤 那种 就是街坊邻居跟家人都很吵的那种 他呈现出来了 你知道他怎么呈现吗 他把所有梅西的 从小的教练 他妈妈 爸爸 什么 什么 邻居 这些好兄弟 然后老师什么 全部聚在一个餐厅 搭在一起 各做各的 就是会分很多做 那可能就先拍 一些球评 就来评梅西说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 有人就说 我觉得他是史上最伟大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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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看他哪一场 过了几个人什么的 就在讨论这样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移到 就镜头又移到隔壁桌室 啊他小时候的玩伴 怎样怎样 因为在一个餐厅 大家吃吃喝喝 又很随性 然后又可以镜头 又随时移到哪一桌 就觉得很好看 很自然 然后他找了一个 真的很像他小时候的小演员 就去演他 大概从六岁开始 还是四岁踢足球 然后他一开始 就是他阿嬷 就对他非常有信心 就说他可以 然后他就把他推去一个 那个球队在比赛 在类似夏令营 然后就 那个教练说 你有没有看错 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几岁的 有这都有影响 对他说你还差两岁不行 他说你给他机会 试试看试试看 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对然后一上场 反正就跟着跑跑跑跑 然后抢到球 就一直盘球 然后就最后就进球了 对 然后教练就 还行 但是因为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就是跟在小孩身边的 什么求妈求爸 都会有一股梦想 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最好 所以教练也会怀疑说 真的可以吗 要不要别闹了 这样 好 结果他一路 他怎么拍出那种随性 你知道吗 他就拍那个小男孩 好像有一天不知道去 找他妈是要什么东西 就这么 妈妈 就在那个一个 很高的窗户上 对着喊 然后发现妈不在家 他就跳下来 然后这小孩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跑向球场 然后教练就看到他说 你去哪里啦 我们现在落后了啦 你刚去哪里 就是完全拍出那种随性 就是梅西突然就想回家 找妈不知道干嘛 在他拍比赛当中 对 然后还跑回来 然后教练就说 我们现在落后两分 还上二十分 球差要结束 你刚刚去哪里 赶快下去赶快上去 他就哦 然后就一路是从家里跑回来 然后又再跑上球场 一上去就踢个两三分就对了 就逆转 所以他就在形容 这个孩子从小 就是这么的神奇 然后所有的比赛 就是他一上去 就绝对逆转 就是球权都在他脚下 对 所以他是这样拍 又把那种 我觉得 像他们的阿根廷人民的那种 很随性的啊 然后街坊及家人啊 那种那种感觉 就闹轰轰 吵来吵去的那种感觉 Catch到的很好耶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看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呢 梅西从小就是 就矮小 然后就后来就去检查身体 医生就跟他父母说 他分泌不出生长激素 那爸妈说什么意思 从小有什么猪乳症 他就说分泌不出生长激素 是不是猪乳症不确定 然后再来就 他就说那怎么办 他说那就要注射 那个生长激素 那那个很贵 那个现在如果来注射的话 你买一个月 大概要四五万块 以台币来算 很贵 所以梅西的爸妈就没有办法长期负担 然后他到青少年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小孩很棒 那可是他 他也是比赛到一半 他就要跑回家打针的那种 因为那个要放冰箱 他也不能随身带着 他就会跑跑跑 跑回家打完针 然后再跑回来继续听 所以我觉得 他很会跑步 可能也是这样练出来的 你知道吗 好 那结果呢 就为什么 我就想说 为什么 他不是阿根廷人 为什么去巴塞隆纳 其实这中间就是因为 他爸希望他走足球这条路 可是再也负担不起 那个注射的针 然后所以他爸就说 那我们就离开这里 然后我们去看 巴塞隆纳有没有球队要我们 然后他们能不能负担这个针 他甚至有拍到 就是他有一次回家说 就几个大哥哥欺负他 看他矮小 然后他就跟人家顶嘴 就不怕就对 就跟人家顶嘴 就那大哥就把他的针 就踩烂在泥土里面这样 然后他还是带回去 可是都破了 然后他爸妈就非常的心疼 就想怎么办 然后他爸就非常勇敢 就带着他到巴塞隆纳去 去试啊干嘛的这样 然后球队教练 就是一开始他在一个 我觉得他也拍得很好 就是充满青少年的那种 打闹的那种 就是休息室 然后他就一个人就是 来自异国 他就很胆小 在最角落 然后在叙述这件事的 教练后面他想起来的时候 他就说 嗯 那个感觉就很像 他在那个 就是 就是足球场上 最边边那里 看着大家 嗯 对 然后呢 都没人理他 结果他后来上场 就开始他就表现出来了 就一直踢啊 一直在那边带球啊 干嘛的 然后结果呢 他就下来的时候 就他又拍得很好 就所有青少年排成一个 像那种 就一个箭头型 然后教练就从中 走出来说 What's your name 他说你谁啊 嗯 然后他再跟他说 Messi这样 那所以就是 教练也很喜欢他 那可是后来呢 就是 爸爸就很急 说我们已经没有 快没有路费了啦 嗯 那你们到底要不要我们 他说 教练就说 如果我是球团老板 我一定要你们 可是现在球团老板 还没有看到他 所以还不能做决定 甚至有一次 总教练要来看他说 他们去那个 O City Tour 在观光 所以就错过了 接下来呢 这个 可以聊一下 好像Netflix有上那个 子弹列车 是不是叫子弹列车 Brad Pitt 嗯 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耶 大家都很推耶 对啊 应该要看一下 我们之前不都在说巨荒吗 最近上超多片 嗯 这个上个周末的事 就是一直拼命上片 我是觉得子弹列车 就很娱乐啦 这是娱乐片 巨号 嗯 巨号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要讲 里面反正很多大牌咯 Brad Pitt 大家知道吗 然后那个 甄田广之也在里面 是 三卓布拉克 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看到 看完的人没有发现 我只有看一半 我还没看完 就是说 在东京的一辆子弹列车上 有五名杀手 发现各自的任务 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这样子 嗯 那 反正就是 我为什么说 娱乐片就是 反正就是见面了 然后误会了 或是怎么样 都一阵打打杀杀 大概就这样 嗯 就是看久了 会有一点疲劳 哦 对 但是如果你是 把它当成娱乐片 你精神还蛮饱满的话 拿着爆米花 很可乐 应该还不错 然后就会觉得说 Brad Pitt 有一点就是 走不修蝙蝙蝠路线 要走多久 是不是上瘾了 嗯 就有点可惜啦 就跟金如里尾一样啊 对啊 可是金如里尾还保持一点帅度 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 不行啊 金如里尾头发跟胡子 每一部电影 它都长这样 因为那个John Wick很红啊 对啊 那大家不会觉得很混淆吗 哦 哎 那刚好像是这个Bully Train 里面有一个东方演员 还蛮像东方版的John Wick 有点像基努里尾 也有人杀了他的狗之类的 没有 就他的型跟他很像 就是有点 那个发型也很像 然后那个胡子也有点像 这样子 然后剧情 反正我觉得他有点 就是那种类型片嘛 就有点杀来杀去 你不会觉得那么血腥 但其实有点血腥 然后又对白跟人设 都有一点喜剧 对 明明是一黑一白 然后人家杀手到上 说哎 那对双胞胎 结果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他们就说 哎 那对双胞胎 就是会有一些 中演说家话 奇怪的 然后当然也有 可能当我看到 其中一个杀手 被丢下火车 然后他居然在 子弹列车的车头 是正在急行的时候 他是从那个车头 这样 然后敲 敲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 然后回来 那好可怜啊 我就开始去吃鱿鱼丝了 我就会觉得说 什么 太扯 神扯的扯 所以就娱乐片啊 就是 他扯的好看就好了 就是动作也蛮好看 然后整个车厢啊 什么都还不错 然后你要预告 酒鬼都市女人 和大家看了吗 我看预告 没看到正片 目前上了两集 怎么样 前两集就是 在交代一些事情 对 为什么他们去野外生存啊 因为要采自然疗法 想要 戒断 想要就把癌症这件事给解决掉 就后来真的成功了 去了三年好像 但我觉得他的时间点有点混淆啊 对 但是他们后来 他们就因为有了癌症 所以就去拍真人秀 去外面盖屋子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原本是上一季第一季的ending是他们终于就是那个做企划跟始源他们成功得到电视台高层的认可说好啊这个时段就给你们了不管收视率怎样就不会把你们停掉你们就一直做下去对了那我说好事啊 然后就就黄契田大哥的节目都听对然后始源就很很兴奋跑去要跟那个企划说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做想要做的节目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发现乌乳癌嘛然后他就说他放弃化了就整个人消失所以就跑去找他然后也跟着就放弃了那个电视台的时段 所以他们三个人就决定去盖盖屋然后住在山里面采自然疗法希望可以跟癌症抵抗这样子对 对对我就看到就是一个介绍的短片就是在那边讲他们怎么盖了用竹子啊树枝啊怎么去弄了一个树林间的屋子我想说哎为什么对 你觉得编剧是不是有可能看到那种叫做就是怎么说就是真人秀很红所以他们也就把它融入在剧情 剧情也有点融入那个真人秀就是他们原本要做的那个节目就是使人就自己出了一集就说我要去找当初这个节目的催生者这位企划 所以他也有融入综艺节目的内容跟梗去做去去到他的剧情里头就等于是他出发去找这一位企划这样子对 明白好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告你觉得目前为止还好看吗 第一季不是很好看 第一季不是很推荐 第一季我记得我前面几集也是崩溃了吗 一直喝一直喝到底什么时候又好看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回到都市之后会不会变好看 明白了好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先这个初步做的一个推荐啦 大家自己可以都试试看点看看进去 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了拜拜 拜拜 拜拜